喂 我靠我靠 调调了 各位主持人好 我是预料师成本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块 波西沙场合一块料子 这块料子 大体的料子 我已经做掉了 剩下的一小片 我从裂痕上面给它敲下来一块 想规划一个新的题材 因为这个料子的毛病挺多的 你看 然后 然后我把这个切了完以后 剩下很小 但是这个色很好 很阳 裂也挺大 然后 这一边 我想用色的地方 给它做一只猴子 然后这里 给它做一个树枝过来 下面呢 想做一只猴子的手下来 捞月亮 把这个 下面做成水潭一样 捞月亮 大开的规划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也把色运上了 把链也运上了 把皮克也运上了 我们准备直接开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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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件小猴子的作品我们已经雕刻完成了 该露了露 该版纯色最精华的地方已经都留下了 猴子满色 毛画细节我们也花了一点的时间在上面勾勒得很细腻 现在就差一部抛官了 让大家期待着抛官的期货效果 我靠我靠 看我的 哇靠 这惊喜不动啊 那个小猴子在这 刚开始抛官的时候 抛官是里面内层有一条链 不小心把这个变成这两电祸了 可能是当我们做过的时候 他捞了太跑了 然后后面的圆皮 我们没有很容易看到那里面有一个阿妹 然后这边 计划拿去修改一下 第一步先把这里垂直一点 先把这里去一点边把它对称起来 然后就把这个下面的那些 这个脚 会吃脚的那些去掉一点点 然后几乎就是这样子了 小猴子这件作品 放放已经完成了 真是9981浪 不幸中的万幸 这件蛮色的 那个猴子蛮色的保留了下来 经过我们修改后 整体的效果 不影响 还是能出品的 那作品还算是比较满意 这一期的小猴子的作品 我就给大家展示到这里了 喜欢这些作品或者不喜欢的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 给我们留下意见 我是食尚会 乘观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哎呀 一个难得去评价了雕刻师而已 记得关注我哦 我们下期再见